中共善于利用假 骗 偷等手段自我包装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宣传口 套路相同 俄乌战争中 为俄罗斯站台 利用党媒及布局在西方各国的大外宣 粉饰俄乌侵略战争是俄罗斯的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 邪恶的狼狈夫妻 中共与俄罗斯 之所以如此的相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追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起源 便会发现 二夫妻有着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 他们的相识相知从共产国际的八分开始 共产国际 同称第三国际 也称赤色国际或红色国际 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 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2日 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成立 当时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 建立了苏维埃政 第三国际本名共产国际 区别于第二国际的本名社会主义国际 第二国际中的激进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 正式抛弃改良主义 而号召全世界革命 1920年8月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 按照章程规定选出了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并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标准 1921年8月 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 中共首次派出了代表张泰雷 杨明斋与会 在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的1920年4月 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 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 授命组建中国共产党 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 同年5月 维京斯基在上海成立的 临时集体中心机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下设中国 朝鲜和日本三个科 随后 维京斯基 吴廷康 于7月4日到达北京后 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 通过俄国汉学家医学馆 俄文教系伊凤阁和鲍利维的介绍 联系到了李大钊 并且通过李大钊联系上了在上海的陈独秀 维京斯基经陈独秀介绍后 又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李汉俊 沈玄卢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孙等人 同年8月 陈独秀 李汉俊 陈旺道 沈玄卢 余秀松 李达 施孙统和邵丽子等人 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因此 有共产国际的刊物认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那么 中共究竟是何时加入共产国际的呢 苏米亚兹基在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一个辅助机构 通过这个机构 共产国际在远东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如在中国成立了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建立了工会组织 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固色参加者 1922年中 国际联络部联络站将其在远东的数量 缩减到三个 试探哈尔滨上海 1922年7月 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 成为其一个支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过去独步 鸦片等经济援助及工作之道 那么 中共与共产国际纪元后将发生了什么 能够确认的就是 中国人民的悲惨也随之开始了